这个角度会不会不错,啊,这个是我第一次的尝试,在这个角度去拍片,因为这里有阳光,对吧,那母羊座,我们香港人又叫白羊座的朋友们,在这一个双子座的幸运,直到农历的十一月尾,就是说呢,我下一次出这个星座认识的这个时段呢,哦,你们的能量是非常非常的漂亮, 真的很好很好,那我们呃,从性向去看,就是因为那个日月火三星的那个位置,对你们是非常的有利,所以呢,你们呃,这一段时期里面,那个能量会非常的强,你们的身体的状况也会非常的好,第一,那第二呢,就是说,呃,当然了,如果你们要呃,去运动的话,也是非常的建议,你们会随着多做一点的运动, 会呃,令自己的身体就是呃,更加的健康,那第二呢,就是说,如果你们,你们想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,想去呃,试试看,去开创一些新的,呃,一些不同的机会,也是非常非常的建议的,那第三呢,就是说,呃, 呃,呃,如果以前有一些不,不是,不是太开心的东西,比如说你们跟人家的上述的时候,有一些,呃,小小的一些,呃, 呃,不高兴的事情呢,就是说,比如说你们以前去呃,吵架的话,那如果你在这一段是呃,呃,时期去回,呃,回想的话,去回看的话,你就会发现,哦,其实也不是真的那么差,你会见到那个好的一面, 那所以同时,同时候你可以跟以前一些不高兴的事情,你可以跟他去道别,也可以说呢,你跟以前上述的时候不是太高兴的人,你可以跟他去,就是从修就好,去呃,再做那个朋友,也是非常的建议的,所以这一个,呃,这这一段时期的,时期的那个,那个能量是非常非常的好,所以要好好地去珍惜哦,